尼多洲 望子成龍 望女成鳳 文人父母有誰不疼自己的小朋友 希望他們 Bethe可以健康快樂成長 但是緬甸偏偏有對父母 教唆自己年幼無知的小朋友的那種大鬼 家成和哥哥、爸爸、媽媽住在緬甸一個小山村 一家四口本來是一個幸福完整的家庭 但在這條毒品氾濫的村裡 沒有能力搬出去的人往往都會慢慢被誘惑 變成癮君子 家成的爸爸、媽媽亦都不例外 爸爸因為瘀酒、吸煙又吸毒 在家成很小的時候就過了生 媽媽為了滿足自己的毒癮 把家裡所有可以賣的東西就賣 當得就當 最終當然變得一無所有 看著兩個小朋友捱餓 以為媽媽會決心解毒 誰知媽媽反而叫家成和哥哥去人家店偷東西吃 第一次成功偷了兩個飯盒 第二、第三次又成功偷到 終於吃得飽了 偷東西開始變成家成的習慣 後來媽媽患病過身 兩兄弟就變成孤兒 分別被兩家人收養 哥哥最終報父母後塵 染上了毒癮 吳家成就很幸運 收養她的婆婆視她如己出 可惜婆婆年紀大了 一年之後已經無法再照顧家成 唯有委託村長幫家成找個安身之所 家成輾轉到雲彩家園 終於過到安運的生活 不過有些東西一旦成為習慣 要改變一點都不容易 尤其是從小到大被灌輸的不良習慣 但雲彩家園的每一位成員都相信 家成生活在一個充滿愛和關懷的溫暖家庭裡 可以慢慢認識正確的價值觀 改善漏襲 現在家成脫胎換骨 好像一般小朋友一樣 有雲彩家園的爸爸媽媽照顧 有很多兄弟姐妹 還可以上學學習 重新開啟新生活 在緬甸有很多被毒品無辜禍及的小朋友 世界很殘酷 但相信愛是最大的力量 只要願意伸出援手 就可以改變一個小朋友的命運